嗨,清单控们,我们的课程进行到现在为止 除了关于清单思维的理解之外 我们已经分享了四款重量级的清单管理工具 管理代办事项清单的滴答清单 以及管理大量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的印象笔记 还有目部,还有我们的A4方格笔记本 可以说有了这些工具 你基本上就能够罗列或者是管理所有的清单了 所以从今天的课时开始 我们将进入清单思维的运用环节 我们学习所有的思维都必须能够落地 因为只有能够被我们使用 并为我们带来好处的知识才是最有价值的 而今天我们将分享的第一个场景 便是如何把清单思维运用在工作中 而这个过程在我的工作当中 已经被运用的炉火纯青 所以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在工作中 运用我们今天分享的一系列方法和思维 来大幅地简化自己的工作量 为什么创造清单这个阶段如此的重要呢 因为一份好的清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规范化或者简化你的工作 比如我的每一个课室文档 从来都不会一开始就使用电脑打字 而是会使用一些工具 来把一个课室中需要表达的内容 先打进一个框架 然后再把框架之间的逻辑理清楚 其实这就是一份课室内容的清单 只要有了这份清单 我就能把它摆在我的面前 然后使用电脑来完成这篇课室的稿件 这对我来说就完全是体力活了 对吧 在清单思维之下 列清单是一件磨刀不误砍材工的事 大家都知道二八法则 对吧 80%的工作 其实都是在20%的时间里完成的 而清单思维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我写一篇长约20分钟的课室逐字稿 大概要写6000字 完成这篇文稿的时间 大概要2到3个小时 而我整理这份稿件的框架清单 所花的时间也就5到10分钟而已 其实在工作中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事前整理 事前思考的行为是在浪费时间 认为直接开始不就行了吗 这样更快呀 但是如果没有这份框架清单 我写了一部分 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 OK 调整一下 如果反复这样的话 很可能写到最后整篇文稿的框架和顺序都得调整 这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呀 而这种在事前列一份思考清单的行为 才是创造清单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体现 在这个阶段 你能够把一项很复杂的任务 分解为一份份小小的清单 一个个小小的思考就把复杂的工作变成了完全的体力火 没有比这更爽的事了 OK 后面呢 我们将介绍今天将要分享的这两款工具 但在这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昨天有一位同学问到我 他说 老师 这种列清单的方式 其实思考的过程好像跟思维导图差不多呀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恰到好处 我们今天正要讲的内容 就被你给提前问到了 先说结论 其实我在刚上班的时候 可是思维导图的忠实粉丝呀 我用了大概三年的思维导图 但是在我挖掘出了清单思维 这项保障之后 便几乎再也没有重新过它 所以在这儿 我们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会更多选择使用清单 而不是思维导图 其实 使用思维导图的场景 都是在需要整理一系列 比较复杂的信息的时候 比如在学习的时候 或者你需要理出一份思考框架的时候 而事实上 思维导图也的确不负众望 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而在信息的展现形式上 思维导图 其实就是带有层级的清单 但是和清单相比起来 思维导图却有一些这样的劣势 这些劣势成为了我选择清单的理由 第一 思维导图的篇幅不好控制 下一课时中 我会告诉大家清单学习法 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会写下一些笔记 而且笔记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而有的人 比如我之前就会使用思维导图来记录这些笔记 哎呀 那个场景可真是纠结 在记录思维导图一级节点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些一级节点当中 哪个节点后续的内容会比较多 因为后面的知识情况是未知的嘛 所以一张思维导图画下来 可能左边写不下 右边呢 又有很大的空间 这太不协调了 尤其是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 这根本就不能接受嘛 但是清单呢 你可以使用一个翻格笔记本来区分它的层级 然后从上往下一直写 如果是A4的翻格本 你还能把一页一分为二 一页就可以写很多的内容 第二 思维导图不亦审视 如果是一份内容比较多的思维导图 你要完整的把它阅读下来 这可还真需要花费不少功夫 很可能显示器的一屏还显示不下 你还得拖着整个思维导图满屏幕的找来找去 但是清单呢 从上至下有非常工整的层级说进 记录也是从上至下的 阅读起来就无比方便 第三 思维导图很容易让你更专注形式而不是内容 很多人会为了追求思维导图的美观而花费大量的时间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外表 我们只需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行 对吧 因为大部分你记录的内容也就只是给自己看看 清单 你一层一层的记录下去 完全不用过多的在意它的外表 甚至你连思维导图那个线条和线框都不用画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我现在在几乎大部分的场景当中都会选择清单 而不是思维导图 OK 刚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说明清单的优势 这其中我们提到了清单的层级记录方式 你可能会有一些饭晕 因为这种记录方式是我们在下一课室当中 讲清单学习法的时候才会提到的重点内容 今天我们就接着讲剩下的两个工具 而这两个工具将会成为我们下一课室当中的重要铺垫 它们分别是纸质的翻格笔记本和木布这款软件 这两个工具它们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更加适合在创造清单的阶段使用 我们说过在创造清单的阶段 我们需要更加专注的工作 并主动的对抗来自外界的一些干扰 而且在前面的课室中 我们曾对这两款工具做过一些简单的介绍 所以你应该会对它们已经有所了解了 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 如何运用它们来完成专注的思考 并通过这个思考的过程来完成80%的重要工作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本A4的翻格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我们会在本周再次开始预售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打开你的翻格本 横向的使用它 把你现在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写在本子的右左上角 这是思考的主题 然后在右上角写上今天的日期 接下来在正文当中快速写下你对当前问题的4到6点思考 一个点写一行 一行大概20到30个字 并且每行之前使用破折号用作无序列表 就这样把它们列为一份针对该问题的思考清单 对于每一个问题的思考你都需要在一分钟以内完成 把它写完 就像现在大家看到PPT当中的图片一样 OK 这就完了 很简单 对吧 但是呢 这里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细节重复一下 上面刚才提到的书写流程 你需要在一分钟以内写完 第二 一张纸 你只能写一个主题 也就是对一个问题的分析 写完了 你这一页就不能再写其他的主题 第三 一个主题中针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要点 你只能写4到6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写的太少 说明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不够全面 你可能会说 当然不全面呀 这才一分钟的时间了 没错 但是随着你这种练习的次数增加 你的思维能力就会得到提升 另外 你也不能写超过6个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超过6个点 很可能你已经开始找不到重点了 我们可以在写完之后 再花时间对这些点来进入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6个点都作为一个主题 再一次把每个主题继续写下去 这就像是我们画思维导图一样 一层一层的画下去 第四 你今天写了一个主题 很可能过一段时间 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没问题 那就再去写一遍 我去 这多费事呀 对吧 我直接找到之前的那一页看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其实不是的 你重新写一份需要的时间仅仅是一分钟而已 对吧 你找到之前的那一页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还有你下次再写的时候是基于你上一次的思维结果 所以重新写一次 你通常会有更加成熟的想法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那就直接重写一份吧 第五 像这样一个问题写一页的方式 你每天可以写很多页 大概就是十页吧 但是你别觉得这个页数很多 同样你也别忘了 写一页 你只能用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即使写很多页 你不过是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坚持三周 你的思维能力就能得到大幅的提升 OK 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方法 来自于一本技巧类的书 零秒思考 这个技巧我一直都在使用 它的核心呢 就是在于限定的时间内 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思考 并以此来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 但是当你把一份问题的思考 以这种要点清单的形式 列出来之后 它可能还没完 因为很多时候 你需要更加详细的思考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 来把更多的思考内容写下来 这之后 这一份思考的清单 将会成为你在一项复杂任务当中 最有价值的产出 没有之一 因为通过这个思考的过程 你会把所有看似复杂的工作 变成一堆体力火 剩下80%的时间 你完成的工作 其实它的价值就只有20%了 这就是二把法则 在之前的课时中 我曾提到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固定时间 用于把当天重要的任务 都分解成一份份的清单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 我要做的事就是干这个 只不过我做这件事的时间 通常都远远没有一个小时 最多呢 通常也就只有20分钟 当然你还可能会说这个方法相当浪费纸呀 的确但是方法是实的 人是活的嘛 你可以用小一点的变迁本呀 也可以和我一样 使用iPad加Apple Pencil的组合呀 而在写下这些纸质清单之后 你可以运用上一刻时中的方法 使用印象笔记 把它给扫描下来 成为一份电子笔记 然后再为它起一个标题 打上标签 甚至写上一些备注 以方便以后使用 OK 刚才我们说的是 使用方格笔记本 来完成一项任务当中 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通过清单来快速理出 这份这项任务的框架 把它变成一份体力活 那么还有一项工具 木布呢 使用木布 你也可以做到更加的专注 只是呢 我个人认为 它相比纸质笔记本来说 相对欠缺一些 木布的内容展现形式 其实就是带有层级的清单 你可以使用键盘上的table键 或者shift加table键 来控制它的层级缩进 通常你可以将木布 和纸质笔记本 结合起来使用 先使用纸质笔记本 来完成一份简单的清单 比如你可以把任务 分解到第一级 之后呢 再用木布来实现 多层级的拓展 而且木布还有一个杀手锏 刚才我们说到清单 和思维导图的展现形式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当你在木布当中 理出一份带有层级的清单之后 你可以通过点一下按钮 就能够把它转换成思维导图 这真是太方便了 这样一来 它可以满足一些小伙伴 对于思维导图的偏执 也能够在制作它的时候 不用再拖来拖去 在下一课时中 我们还会再次讲到 这款神一般存在的 清单思维神器 这个效应来源于 日本北海道大学 进化生物研究小组 所做的一个实验 实验对象 由三组黑蚁群组成 每个黑蚁群呢 有30只蚂蚁 通过对它们的活动 进行观察 结果发现 大部分蚂蚁都很勤快 它们每天都在寻找搬运食物 但是在每个蚁群里 都会有少数的蚂蚁 整天就无所事事 东张西望 这些科学家 就把这些少数的蚂蚁 叫做懒蚂蚁 但有趣的是 当科学家们 在这些懒蚂蚁身上 做上标记 并且断绝蚁群的食物 来源的时候 那些平时工作很勤劳的蚂蚁 就会一筹莫展 而这时呢 往往是那些懒蚂蚁们 挺身而出 带领众蚂蚁 向他们早已侦查到的 新的食物源转移 OK 关于这两款工具的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儿 但课程还没有结束 在这一课时中 我们反复提到了 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 我们应该花一点点时间 先对任务进行分解和规划 把它列为一份细致的清单 如果你之前没有这样做过的话 那么我们有必要 针对这个理念再多说一些内容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 叫做懒蚂蚁效应 原来懒蚂蚁们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花在了侦查和研究之上 它们能够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 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 从而保证群体不断得到新的食物来源 在乙群当中 懒蚂蚁很重要 这种现象就会叫做懒蚂蚁效应 其实所谓的懒蚂蚁 就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思考上 那么你是愿意做一只 每天都很忙碌的蚂蚁 还是做一只名义上的懒蚂蚁呢 答案毋庸置疑 但问题是 如何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思考上 从而成为一名懒蚂蚁呢 通过事前思考的清达思维 你也能够做到 但是你知道 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中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在深度工作那本书当中提到 如果你长期处于 不加思考的浮潜工作状态 你的大佬会在生理结构上 被重新编排 你原本认为 我只是现在不需要专注 我需要的时候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你在不想专注的时候 就让专注力滚开了 当你想让专注力回来的时候 那也不好意思 它已经滚远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 每天都进行思考的习惯 即使是使用这种 用清单分解任务的方式 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够保持专注 都能够提升你的思维能力和专注力 像这样多花一些时间 在思考上的懒蚂蚁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可以说是极为稀缺的宝贵资源 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性质 正在由深度工作 向浮潜工作 快速的转移 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安排 都是通过微信来沟通的 对吧 正因为如此 现在的大部分人 正在逐步的丧失 自己深度工作和思考的能力 如果非常不幸的 你现在已经感觉 自己已经很难专注下来 那我可以告诉你 一些训练的方法 首先刚才我们分享的 一天十来分钟的思考 你得坚持下去 其次 你可以玩一些比较有趣味的 培养专注力的游戏 我自己也经常玩 还叫嘟嘟玩 哪些游戏呢 举一些例子 拼图 淘宝上二三十块钱 可以买到一千片的拼图 还有类似于乐高的积木 当然乐高太贵 我都是买的小米的那些积木 还有速读游戏 这是我最近比较着迷的一个游戏 甚至魔方什么的都可以 这些游戏你玩的过程当中 会让你情不自禁的投入其中 OK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重点分享了 使用纸质笔记本 把任务分解为清单的方式 让复杂的任务 变成一堆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 并告诉了大家 事前思考的重要理念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是清单空沙流 大家再见 就会用DEXs surveyteenth disappointed 对 众帅的灰笔记� processing 好 allowed